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成跌了科技股下来 那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其实有的时候观望 或是大家不敢留很多的仓 我们回头去看一下外资没有我们那么紧张 外资昨天也就卖不到20亿 所以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 有的时候如果你的持股水位不是非常高 倒是可以试试接一接 因为其实越是在这样的时候 有一些好的股票 它势必就会显示出来 就像我举个例子好了 最近美国股市跌的是科技股 FAMG都跌 真的 建牙股跌得好重 那它走成多头的股票是什么 TESLA 也就是说等科技股你打一下TESLA来看 TESLA股价的走势跟它们相反 OK 也就是说那一个主流股 而且它最近要在中国大陆降价来增加 降价那量会冲出来 对会 这个差很多的 因为中国大陆的税很重 但是我们没有 对 对对对 我们没有 但是它是这样嘛 它降价而且在那里设长嘛 对不对 对 那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 我只是讲这个例子给你听 所以你看它 它走的是逆势 所以回过头 你回过头来看台股的TESLA的概念股 TESLA概念股也是多头啦 你看像帽连 OK 你看我等一下会跟你讲到的像 像做它的悬壶饥渴的那个 那个华虎 它是不是6235的华虎 它已经不是空头的走势了 那所以你也要这样的去走 那我们很简单回到台股 台股的部分呢 未来在体材上面来讲 今天媒体上讲的说 两个重点是在AI跟5G 对不对 那我就把AI5G跟TESLA的相关概念 我把它并在一起 因为AI的走势 有一些还是跟像NVIDIA 他们会联动的 所以反而是5G跟TESLA的概念 所以你觉得5G优于AI 目前的概念 对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5G的产业链比较大 产业链比较大 那你去看另外一档股票 叫以色列 在以色列的公司叫Ceragon 就C-E-R-A-G-O-N 你看它股价的走势也是多头啊 所以基本的价格 C-E-R-A-G-O-N是做什么的呢 做那个微波通讯的天线 对那真的是5G概念 对 微波它很标准的 它就是3491的大客户 所以3491就是生达科的大客户 我跟何大哥没有RAID过 所以我每次都要 他一讲我就要赶快去查资料 你那个C-E-R-A-G-O-N 我就把英文拼给你 其实能买是要买那一个 你说以色列那家公司 那一家它基本上筹码比较 你本来就是买第一的就买第一 就像瓶盖股一样 如果你去年开始买起来 买的是苹果 即使苹果现在跌下来 你大概没有上 可是如果没有办法买C-E-R-A-G-O-N 因为它是以色列的公司的话 那生达科是做微波原件 对 它就是它的代工厂 就这样 那也就是说来到这里我们来讲 我就是把这个带一下 那我不是请你先来去追那个生达科 就是你未来下来你可以去注意 因为它的股性就是这样会震震震 那最尽头去年买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简单 去看看到这个盘面的一个节奏的部分 我刚刚讲到Tesla的概念 另外一个呢 我也有发现一个东西 它的需求也出来了 两个我在这里点出来给大家 然后你自己 我今天讲一个 就像我上个礼拜讲了 是不是讲了好像是 是华金科 对 华金科 那你看这大盘怎么震 昨天它还创了近期的高点 那最起码我没害到大家嘛 就产业念的不是这样 对 就是 因为我们讲这些真的都只是希望大家能赚钱 对对对 我只是把那个产业 你慢慢去看慢慢去看 那现在呢 我把产业有一个比较好的变动的两个东西呢 我提早来讲 5G的报纸会写 就不用我讲了 反正它就是 因为我们下礼拜好像也有一些有法说会嘛 你就去注意一下有法说会 最近有法说会的股票 还是不错的 来做一点功课 再来的部分呢 我们的手机 现在手机的机壳是霉铝合金 对不对 除了玻璃以外就霉铝合金 为什么用霉铝合金 星啊 但是贵一点啊 那现在的MB 也开始用霉铝合金了 开始用霉铝合金了 像我们的这个 我讲那个重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概念 15寸的 ASER推的15寸的笔电啊 不到一公斤 清了吧 连机壳连电池加一加 不到一公斤 然后富士通的13.3寸的 才700公克不到 就是非常轻了 你在这个领域里面 他用霉铝合金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个部分 我就要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在霉铝合金 这个部分 最其实最大的 那个就是可乘嘛 那再来的部分呢 要小公司 最近法人有一直在买的 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像那个 那个呆档 我刚刚讲什么 6235的华湖 这张股票 我们以前他的厂要 搬迁的时候 我们也提早第一手讯息 跟大家讲 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对 我记得 他是在 那时候在上海 对 上海厂 你那时候就讲说 他那个厂 这个被迫搬迁 但是那个整个的 那个取得的补偿费 对 是他多少个资本额的样子 差不多那时候赚了 差不多快一个资本额 那时候我记得 他的股价大概十一二块 后来涨到二十几块去了 对 那我们的讯息早一点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讲 但是他现在已经不一样 他现在已经转型 他已经现代 他本来他的本业就是 煤铝合金 而且他现在又打进 Tesla的供应链 Tesla的Model 3的那个 他的里面的那个 悬浮荧幕那个壳 一个悬浮荧幕的壳 是 就是他做的 煤铝合金 然后 所以他变成Tesla概念股 他是Tesla概念股 他电动卡车 他那个电动卡车叫Semi Semi里面的 他也去供应这个部分 那其实明年就要供应双B了 那再加上这个 我刚刚讲 煤铝合金 你想MV的壳 全部用煤铝合金 那个量是很大 他跟手机不一样 一个 一个MV是很大的那个面积 那是算面积的吧 那 很简单 不用听我讲 你看外置 你把外置打出来 看最近外置在干什么 十几块的股票 然后外置不断的去买 你把它换成那个周线 换成月线 它是一个打 九连大底以后 开始转 开始转成多头攻击形态的股票 十来块 这是一个十来块的 最近都是对外置都在买 然后反而投心跟自营商 没什么动作 就是外置买 外置一直买 一直买 好像连买八天了 好像 对 像最近 对 那好像我看股价才十 十九块左右 十八十九 对对对 今年 好像是 十九了 十九了 对十九了 十九了 你看它的财报 我很快讲一下 另外再讲 另外一个 大概没有人跟你讲 它的财报 好像第三季是四毛六 它已经是 前三季已经连增980%了 也就是它今年是真的已经获利了 不像去年是靠业外 对 今年是存业内 而且毛利率中从十几%到二十几%了 营收也好像是 二十几% 二十二 二十二点四了 对 第三季是四毛七 四角七 对对对对 第二季是二角六 第一季还小亏 小亏对对 它也就是说已经正式从这个领域里面 它是Tesla的概念 而且明年大概要出双V了 好 那再来我再讲另外一个大家没注意的 这个大概我发现媒体上就写了一天就没有注意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次Apple发表iPad跟MacBook的时候 它把它的接头全改成Type-C了 它已经改了 它以前是Type-C Type-C不一样 Type-C供应它的那个公司IC设计就是6104 它也没涨 我不是说涨了再讲了 也就是说我把这个领域跟大家 这个产业跟大家讲 以后你就会发现慢慢的业绩它会起来 因为它带头把东西改了以后 因为Type-C以前大家都说能做 但是苹果没改 大家都没改 现在苹果改了 全世界都改了 OK 要去注意 所以它的USB的控制晶片 对对对 你讲这一家是叫做创围 对对 赚两块多嘛 现在好像二十几块 还好啦 IC设计是这样 所以这个金城大哥你都是要去 在这个时候因为很观望 然后呢 对未来还不确定 我讲的都是产业明年会很好的产业 所以你的重点就是放在这个产业 从这个产业的未来是有机会的当中 去寻找关键领组件 对没错 没错 但你节目一定要领先讲 就像以前讲细经元一样 那时候讲环球精才七八十块 所以不管是Tesla概念 5G概念 然后这里面你只要能够打进 关键领组件 对 然后而且不要只是打进Tesla 你如果能够再打进 其他的电动车的发展的 大汽车公司 其实更好 汽车领组件基本认证的时间都很长 因为汽车安全性很高 所以汽车领组件一般认证 都要两三年三四年 那所以不太容易被抢单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 凤云投顾资深分析师 何金城镜的大哥 也许廖 何金城镜的大哥